還記得2021年台北松山分局發生了 黑幫人員是闖進了值班台鬼壞電腦設備 所以這回新北市三重派出所闖進了十多位鬧事的群眾 就怕會演變成松山之亂的翻版 所長當場是指揮作證 只是不少民眾都質疑了 為什麼當下沒有把這些人依現刑犯來逮捕呢 警方就回應了 因為當時場面真的太混亂 擔心場面會持續在擴大 所以先驅離架搜證 黑人衝到值班台派出所內大聲叫囂 好幾名員警排成人牆大聲呵斥 趕快出去 双方叫囂將近兩分多鐘 氣氛火爆就怕場面失控 所長也出面指揮作證 而上門態度校長完全不把警方放在眼裡 派出所第一時間也盡快出叫警力支援 早晚間九點五十七分 我姓男子帶人包圍派出所 一開始只說要討公道 沒想後續越來越多人到場 施定員警下令全部退出門外 並且通報快打部隊 三分鐘後 職員警力到場 但人已經走光了 就怕演變成二零二一年 松山之亂翻版 警望眼巡線追捕涉案人員 遭警方壓制在地的就是帶頭作亂的 翁姓男子對比衝撞派出所的囂張氣焰 最終還是狼狽落望 而另一頭其他共犯也遭警方 一一帶回 針對聚眾行為 搜證掌握相關人員車號 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漏夜偵辦 於四小時內將知識人員查氣到案 由於當時場面混亂 就怕變成打群架 援警執政先驅趕 同時搜證 避免事態擴大 警方也再次強調公權力 不容挑戰 民眾切勿以身釋法